D.I.Y 日記 今天的故事呢很簡單 我家GP的方向斬雨大燈開關呢 不是很好操作 索性就把它換了 你看 哎呦粉紅色的野狼耶 還用這個片子多久啦 哎呦不要一開場就提這一個啦 啊這台車的方向燈跟大燈的開關啊 就頓頓的 我們現在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應該直接換掉了吧 剛剛那一顆是主要的固定螺絲 現在這邊還有四顆就是 車頭的塑膠殼前後對鎖 這四顆拆開來之後啊 這個車殼呢就可以卸下來了 然後那個時候還沒有拿到電動螺絲起著 所以動作會有一點慢 這邊不要太暴力哦 等一下那個牙斷掉很麻煩 這邊是方向燈開關 我記得沒錯的話是分上下兩個接口 然後他這開關是砍入的啊 要把它那個 把那個PIN稍微推一下 箱子壓下去之後 開關就可以抽出來了 然後他這個啊 裝比拆更輕鬆 直接嘟了就OK啊 你看真的簡單哦 來我們來看另外一邊這個是大燈的開關 這跟那個方向燈一樣你把它吐出去就可以了 你看開關拿出來啦 好 接著新的開關給他壓下去就好 嗯 你知道這一片為什麼壓了那麼久沒有發嗎 啊就不好意思齁 這種東西要怎麼讓我看 好 好 啊不好意思 啊你現在不是一樣給他拿出來的 啊 那丟到垃圾桶應該是蠻浪費的啦 而且這樣子的話 我也不知道誰會用到 應該有人會用到咧 不管怎麼樣 如果你要拆的時候 有人示範讓你看過一次的話 應該會安心很多吧 好了 兩個開關都裝上去了 我們在這邊簡單試一下 看遠燈OK 近燈也OK了 這個方向燈呢 沒有問題 好我們把這個車頭給他組合回去 這個按扣啊 每一個點都要確實壓好 然後還有 那個PIN啊不要給他斷掉 啊如果斷掉怎麼辦 啊也只能去買新的啊 扣子都扣好了齁 現在這邊大概5顆螺絲 螺絲鎖一鎖就可以了 哇好懷念喔 拍的時候那些腳踏車都還在耶 連車床的木箱也還在那裡 安裝完畢囉 來測試一下吧 來大燈給他開一下 來大燈給他開一下 喔還將你紅火沒開了 是要怎麼啟 哇大燈有小燈亮 我們試試看方向燈怎麼樣好了 欸有有 來點音樂吧 嗯我們又成功了 多試幾次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賊王 一樣可以增進你的維修 與創作能力哦 訂閱分享 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上角還有海賊王的英文台 有空一定要過去崩崩哦 哇